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的居民由于起初以英格兰和爱尔兰伊为主 所以带着浓厚的英伦岛国风情 其后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大量迁移到这里 继而令悉尼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都市 虽然悉尼并非澳洲的首都 但却拥有繁华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室内一间具规模的医院急证室里面 一名中国人主管也担当重要的角色 那么我工作主要的部分就是做一个领导 是管理 那么有部分的时间我会看病人 那么除了这方面我也会训练一些专科医生 因为在我们的部门里面 那么这是一间教学医院 那么有一科的学生 有建计医生 也有护士学生 那么我们也会做一些研究 陈朝发Adam 30岁出头就当上急证室主管的要职 管理150名医生 护士和员工 一座就是20年 成为历来任职这个岗位最长的主管 而在他的领导之下 这间以往被评为劣质管理的急证室 更容生室内数一数二 管理最完善和最具效率的急证室 大获好评 跟Adam共事超过20年的Dr. Peter Grant 见证着急证室的转变 当中Adam的成就和采干 在社区里备受肯定 其实在澳洲这里要攀升到最高的这个岗位 华人真的好困难 但我相信跟他共事的人 是认识到他工作认真 又看到他的实力才让他有机会升 始终作为华人 管理一个大的急诊室部门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觉得Adam他能够处理到这些压力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很有编排优先次序的恩赐 对我来讲我的工作很广泛 那么我需要安排不同的同事 来做不同的岗位 那么困难是处理人气之间的关系 那么处理部门之间的问题 处理我们部门与上司 又会是与医管局之间的这些问题 那么有时候在行政上面都相当困难 因为人始终是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需要很多的智慧 还有就是怎么样彼此沟通 其实我想它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是在澳洲 他是一个华人 能够当上一个部门的主管 特别是他刚开始 才30出头就做主管 真的不容易 有些时候我也好开心 就像看到一些报章 或者一些从前的病人写信 给一些地区报章 赞赏他 或是同事有时 写些感谢卡 Adam最初为了改善急症室的服务 由上至下进行大改革 包括破除守旧的工作文化 Adam希望员工能够上下一心 不分阶级 共同协力合作 能够得到改善实在很不容易 那么其实在一个单位 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重要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 自己的纲位是很清晰 首先要界定纲位 那么还有大家 那么在相处上 要彼此尊重 那么就不能够像 以往一般的情况 就是一生最大的 或是只是属于辅助 所以我们这个部门里面 是没有阶级观念的 那么大家都会彼此尊重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这是需要在领导层就要开始了 那么制造这种气氛 那么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因为这是要扭转整个工作环境的文化 那么有些人是改不了的 那么你怎么样去慢慢慢慢 领他进入这个转变 是需要一段日子的 急证室主管的工作 本来已经是既紧张 压力也非常大 加上这个急证室本来存在很多问题 员工士气有低落 在那个时候接手做主管 难度非常高 面对当中无穷的考验 Adam也曾经想过放弃 全告一个力量支持他到今天 那么我还记得任职最初的几年 我经常都想辞职 那么我的信仰是帮助我 坚持下去 其实在这个岗位能够做那么长的时间 实在是很不容易 有时候就有人就问我呢 他们就问我说 你怎么可以那么长期的承担这个职位 一个压力压力这么大 那么多方面都有要求的职位呢 那么我有时候也会跟他们说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觉得神能让我在这个岗位上 叫我能够服侍 是神给我的力量 有时候也不是我完全能够承担的 有时他也跟我分享说 请为我祷告 我的压力真的很大 我就为他祷告 我发觉他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会祷告 求上帝赐他能力 可以应付这些挑战 就是圣经所讲的这位上帝 带领Adam从昔日连英文都讲不好 大学又不合格的贫苦学生 达到今天的成就 我是出生于九龙城寨 那么当时呢 我们的家庭就比较贫困 我的爸爸妈妈在那些 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的地方住 那么离开九龙城寨之后呢 我就跟着我的祖母啊 就是我爸爸的妈妈一起住啊 那么其实在 在中学的时候呢 都是我叔叔啊 跟我祖母啊 替我交学费 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澳洲呢 就有一些的特别的安排啊 就是在香港 如果你能够通过他们的考试呢 你就可以以得到免费的教育 还有呢 我知道澳洲呢 能够让你边读书边工作 当时我想呢 我能够边读书边工作 应该是可以应付过来的 不过想不到的是 Adam起初对澳洲的英文 是听不明白 讲不清楚 连上课学习都很困难 走过一段很艰辛的日子 那么上课的时候呢 那么读书 同学就不明白你说什么 上课的时候呢 像个弱智的一样 那么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 那么老师就问问题啊 我有时候听 听都听不懂啊 不要说发问了 那买东西呢 又不知道要吃什么 最初几天呢 就看见什么 用手指就买下来了啊 很节俭呢 买一块冷藏肉呢 就吃几天 那么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连公共汽车都不搭 那么其中一件事呢 就是我很希望啊 那么尽快找了工作 你们有收入呢 就不用被人家供应了 都碰过钉子了 被人骗过啊 替人家工作之后 人家不给钱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又要读书 其实呢 留学生的生活是颇苦涩的啊 因为呢 我们又没有什么朋友啊 也没有什么娱乐 因为经济紧迫 Adam抱着破釜沉舟的态度 积极读书 结果成绩突飞猛进 甚至有足够的分数进入医科 我来的时候呢 就没有想过要读医科 没想过自己呢 有足够的分数读医科 只是过希望能够读理科 不过Adam当时读医的心态 并非全心想做医生 根本就没有当医生的报复啊 那么当考虑要读什么呢 当然读医科是上算的 因为前途好啊 是好的职业啊 又有社会地位啊 那么当这样想的时候呢 那还考虑什么呢 如果分数足够当然读医科了 那么也有就想过做医生 可以帮助别人啊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 技术为怀的心智呢 那么我可以说很坦白的啊 当时是根本就没有的啊 Adam的学业成就 令他自信大增 也非常自满 在这个时候 他的生活态度开始放松 那么当时心里想呢 辛苦了那么久了 那么当然要开心一下 那么人生 都是追求自己 自己要开心 那么再想想呢 自己定期呢 都有兼职啊 那么有收入啊 已经可以应付生活 就开始吃喝玩乐啊 那么跟朋友 周末晚上出外玩乐啊 那么特别是我们做餐馆啊 一般都是 就是吃喝玩乐了啊 其实做餐馆都很苦闷 所以一般来说呢 那么下班之后呢 他们都会去打桌球啊 那么就玩得很晚啊 那么有时候呢 周末工作之后呢 那么也会跟他们一起 出麻将啊 那么就开始 就抽烟喝酒啊 那么生活就很不规律 那么就睡醒的时候呢 还是很累啊 那么读书的这些心情呢 都已经没有从前那份 那份斗志了啊 那么我发觉呢 第一个学期呢 上半个学期 所有的科目都不合格 那么对我来说呢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Adam在大学一年级 上半个学期 遭遇重大挫败 因为生活颠倒 健康也都出现问题 情绪低落 他开始想到 自己人生的价值 那么在情绪上呢 就觉得自己 有点低落啊 那么就没有什么干净啊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好像失去了目标一样 那么回想过来就是呢 那么很想得到的 已经得到了啊 那么我能够进入一科 是我这个同班 同学里面呢 我做的最好的一个 但是得到以后呢 又好像不外如是啊 跟着好像呢 又是什么呢 好像失去了方向 那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突然之间好像很迷惘一样 突然间会问 人生存的价值在哪里呢 在这个迷茫低落的时刻 一个经历 使Adam对人生有很大的醒悟 就在那段时间呢 那么就自己就静下来 就来思想啊 也有一些 一些基督教的朋友呢 有时候都会关心我啊 问候我啊 那么就提起我呢 对这个信仰的兴趣啊 其实基督教这回事呢 那么读小学的时候 已经接触过了 那么中学的时候呢 读天主教学校 其实都是认识的啊 那么问题呢 就是我觉得不需要神 我靠自己已经可以了啊 那么有时候呢 又想多认识一点 那么有机会的时候呢 我就去看一看 他们的学生的聚会啊 那么看看他们 真的跟我有点不同啊 就是 其实他们所选读的科目呢 没有我读的一科那么好 那么我想他们的成绩呢 也没有我那么好 但是呢 跟他们呃 在沟通跟呃 这些相处里面呢 我发觉他们 有一份喜乐跟满足感 是我所没有的 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 自己在呃 思索啊 那么到底有没有神的存在呢 到底他们口中的耶稣 是不是真的呢 那么我自己也在想啊 如果神是真的话 那么我就祷告说啊 呃 如果让我看见神迹 我就信啊 但是呢 等了很久都没有神迹啊 不过呢 慢慢的发现 原来最大的神迹啊 是自己里面的改变 神在我里面呢 就改变了我 对自己这些 呃 骄傲的 呃 感觉啊 然后呢 愿意就 放下自己 这边原来呢 我就需要 那么一位 比自己更加伟大的创造者 来 借助我的生命 那么我发觉呢 原来自己真的是不行 虽然表面看起来好像很行 但是里面呢 实在是不行 我就接受了耶稣 作为我生命的主人 明白到呢 原来耶稣真的很爱我 可能啊 中国人不懂表达爱 但是呢 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 看见耶稣如何为我牺牲 为我死 那份爱啊 实在就很 很触动我 啊 令我觉得呢 耶稣很爱我 那么他这样爱我 那么我 我怎么能够抗拒呢 之后 Adam成功完成学业 毕业后返回香港 在一间医院工作 期间 一般医生的工作热忱 令他在工作上 取得很大的启发 有三年的时间呢 在那里 我有很大的学习啊 那么 跟着一般基督徒的医生护士啊 他们对病人很关心 很体贴 别人的需要 那么我看见几位医生啊 在下班之后啊 或者是周末 不用上班的时候呢 就去替病人诊症啊 去关心病人的需要 不仅仅关心 他们肉体上的需要 更是体贴 他们心灵上的需要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医生的工作量呢 已经很多了 还要照顾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们真的是这样付出 实在是 成为我 成为我的一个榜样啊 后来Adam返回澳洲工作 信仰改变了他行医的心态 我记得有一次啊 有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啊 那么因为交通意外而进来啊 那么他是驾驶货运车的 那么撞车呢 引致脑部出血 当时呢 就昏迷啊 不省人事 那么我们就帮他急救啊 然后呢 就送入生肌治疗部 那么 他就有一位 年长的母亲啊 那么他是母亲的独子啊 那么当他母亲到达以后呢 我就向他解释病情 我还记得啊 当时他母亲跪在我面前 抓着我的腿 不停地摇啊 就放声痛哭 他说求你救我的儿子 求你救我儿子 但是呢 真的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么我看着他 只能够跟他一起哭啊 我相信呢 如果我不是基督徒 那么 呃 呃 充其量呢 那么我尽了责任啊 呃 我讲解之后呢 我就可以回去工作了啊 但是呢 就因为我是基督徒 那么我觉得 需要多花一点时间 那么 就更 更深切地去安慰他 由于Adam擅长危机应变 又勇于接受挑战 所以回到澳洲之后 他选择在急诊室工作 当中经历过不少的危机关头 有一次呢 呃 在火车站附近呢 发生有一个 那么石油器爆炸啊 那么这是一间 呃 那么游戏机中心爆炸啊 啊 那么旁边呢 就有很多的店铺啊 很多的 很多的病人 那么其中一个病人 就跑到我们面前啊 身上还有火啊 那么我们就立刻呢 帮他啊 就 把火给熄灭啊 然后呢 再替他抢救 那么几个小时之后呢 大家就坐下来看啊 发觉 哎 我们呢 就抢救了二十多个 这些严重的病人啊 那么大家都啊 都不会说 呃 不会说很混乱啊 那么对病人的抢救时间呢 还有 还有处理啊 都很恰当 但是最严峻的一次 是发生在同事身上 令大家顿时手足无措 呃 还记得有一次啊 其实是 呃 很难过的一件事啊 是我们的一个同事 那么他就开着摩托车 呃 在 医院附近呢 被气得个壮的 那么送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他就是 就严重 严重受伤啊 那么我们尽力急救啊 但还是救不了 在我们的部门那边死了 那次呢 对我们的影响重大啊 我们每一个都哭起来 有些人实在是没办法工作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找 另外一批同事来啊 那么就将一些 不太严重的病人呢 转到别的医院去 那么减轻我们对 急诊室的这个 这些要求 那么差不多要24小时啊 才能够回复 这个一般的 这个这些运作 当Adam在手术室 遇到尽了力都没办法医的病症 他就只有向上帝祷告 有些时候呢 真的遇到一些很难的case啊 就向神祷告 神啊 怎么样可以止血呢 怎么样可以停呢 现在我真的是办不来呢 那么 那么有时候呢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就看见神迹的出现 我跟病人说呢 真的是 是神救了你啊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 正如众多医生的观察一样 Adam发现有很多病症 其实是心理影响生理 所以如果要根治的话 唯有靠创造人的神 才能医治人的心灵 心灵上的需要呢 有时候真的是医不来呢 很多的病呢 我们发现呢 其实并不是肉体的需要 比如说呢 我们看见很多因为酗酒啊 那么就 常常进医院因为是肝病啊 或者是因为 吸食毒品啊 那么 服食这个兴奋剂啊 或是注射 就注射过多发炎啊 有时候呢 就导致脑部受损啊 那么 或是呢 其他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些情况呢 其实每次医好他的炎症呢 医好他的感染 他又会再回来 那么你这一次 医好了他的肝病 其实他又会再回来 因为他没有解决酗酒的问题 其实呢 很多这个抽烟的问题啊 如果解决心灵里面的问题啊 那些病呢 才能够真正得到医治啊 但是我们发觉呢 这是最难医 但是呢 神可以介入 可以改变 我们医生都没有办法 神呢 可以改变 他的性格啊 改变 他的那些心影啊 改变他对药物的 这些依靠啊 而对于一些无法医治的病症 就更加需要 这位次人生命的神 去介入 看见一些人呢 可能是绝症啊 很绝望 但他在 在垂围的时候呢 就 愿意信耶稣 听福音 我发觉呢 虽然他们的病疫不好 但是他 他们的那个喜乐呢 真的是 真的是 摸得到 见得到的 跟他那种 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那种愁眉苦脸啊 那份 那份 担忧啊 真的是 两回事啊 Adam自己的改变 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非常谦厚 平和 友善 又没有架子 深得下属和朋友的爱戴 跟他以前 未信耶稣 那自满和骄傲的态度 形成强烈对比 他这个我也都是觉得 值得我学习的一件事 他能够客观分析 不会太主观 去坚持自己的那个意见 这个作为一个领袖 是很难得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最佩服他呢 就是他有 今天的地位 有今天的身份 却是一个好谦卑的人 是好实在的一个人 这是我最佩服他的 还有呢 他真的是将神的话 付诸行动 他真的是 是一个美丽的人 去工作 他有很多 维典 他所维修的 他所维修的 有时候 他会召唤 他的宗教信 我确实在是 这些的 他某些 他的静态 和平静态 是我的导致灵 Adam的成绩卓越 甚获垂青 被邀请 进身医馆局 担任公职 但相信耶稣之后 他的价值观都改变了 乐于在前线 协助病人 所以推辞了 更高薪厚值的邀庆 继续留任在这个岗位 虽然Adam的工作繁忙 环境紧张 但他仍然拥有一个平衡的生活 同事 太太和子女都对他称赞有加 他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呢 在我的观察当中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 不论在什么样的岗位上 他都希望在做神所喜悦的事 在家庭里面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 当然又是一个很好的丈夫 我最大的印象 他就是更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对外对家庭之余 Adam也不忘记留意不如中年之后 自己内心的需要 去照顾自己的健康 在我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我发觉到我需要多留意自己的需要 运动 打高尔夫球 读一些课程 是自己有兴趣的 那么我发觉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就需要时间分配 还有就是要处理有优先次序的事情 然后其他的事情就会有定位 我想我会好感谢她是一位很好的丈夫 更是我一位很好的朋友 也是我的一位良师 她给我很多的肯定 有时候做一位全职的母亲 自我的价值 形象 有时候会跌得很低 会对自己有怀疑 但她会给我很多的鼓励 当我有困难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 她会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 还有我好感谢她令我觉得 自己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 被爱的一个妻子 我也很想带我的孩子感谢她 因为她真的是把我们放在首位 当然是奉神跟爱神的心很重要 但她不会忽略我们 她真的很愿意成为他们的聆听者 成为他们的朋友 不仅在身体上物质上的供应 而是在他们不同的阶段 和他们一起走过 Adam在悉尼这个精彩的都市 认识了主耶稣基督 成为他精彩人生的起点 令他的心境 工作 家庭和生活 各方面都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也鼓励你好像Adam一样 让耶稣基督引领你的人生 也让他做你心灵的一生 诚意邀请你致电恩与生命热线 或上网和我们联络 愿神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